這次臉唱會一定有很多親民的想法 我站在兩會中間呢 我感覺我比較欠了說話 而且我最近經常說不到話 所以我要出門的時候 不可以亂說話 是 所以稍後再說一件 我有些感觸就是說 文哲帶領著我們 十幾年來呢 當然可以說 征服了很多精神上的那種 未知的領域 當然事實上玩起來也很快樂 等於是家人一樣的親切 所以我們前幾天吃飯的時候 突然突發起想就是說 我們乾脆把我們的所有的藝名 都跟隨著他好了 但是我個人呢 取這個名字可能不會很好聽 像家居取成文居就很好聽 對 不錯喔 我沒好聽 所以康哥就叫文康嗎 文康 文康 你也不錯啊 文生 文生 TOP TWO 文生 你一直恰的恰的 恰的恰的 所以呢 我們就變成文家班就對了 哎呀 成立文家班 終於在十幾年之後呢 加入了文家班 希望 老師跟師母都可以領受 這樣子 謝謝 哇 聲哥今天講的非常的溫吞 對 非常的客氣 而且非常的誠懇 這個東西 因為 跟董事長樂團他們混在一起 通常都有 對 對 你說那個圖上叫文吉嘛 對對對 跟文吉他們那一伙人 混在一起 通常都比較具有一點點意識形態 是 所以 講話就要更小心 也不錯啊 對 我們還有四分位裡面還有一位叫文山 你不要搞了 好 來 康哥 現在 我看到你每次覺得就是台灣的精神 從文夏老師一路演成到你 你算是 終生代 因為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我在Pub唱歌嘛 那有一天唱到一半怎麼有 看到文夏老師坐在底下 他早來Pub喝酒 真的嗎 要給我點媽媽請你也沒中 你說得快 我當作在那裡點台 改點媽媽請你也沒中 對 那時候就跟文夏老師變成好朋友 結緣了 我一算時間光緊張也 差幾算很多年了 差不多 要去10年了 要去10年了 對對對 也就是他剛出生的時候 對 你說他20歲了 你說20歲了 對 我告訴你 你若教老師這個年會 你覺得那個時期 86歲了 你可能在做什麼事 我可憐 認真想 我沒有辦法想像 沒有辦法想像 對啊 對啊 所以說才會顯現出 文夏老師的偉大 是 剛剛我們看那個MV 很感動的 是 而且我剛剛還問了家文居 是文居 家居店文居 我問了文居 台灣英協理事長 我說文居兄 這個 黃昏的高雄這首歌 我如果沒有記錯 是 他應該這個歌詞 是老師寫的 這個曲 好像是日本 日本曲 日本曲 啊 是 他們真的很感動 對 所以這個歌呢 不是說文夏老師的作品 就我們來為國爭光 是 而且代表是台灣精神 如果我做張專輯 尤其 像我董事長 媽媽請你 給爸爸 媽媽請你 給爸爸 媽媽怎麼說 沒關係 沒有啦 老師說這個歌 媽媽請你給爸爸 開玩笑 是 媽媽很聽 媽媽很聽 很聽 真的很要聽 不過 剛剛說這個 我先說幾句 這首歌曲 是邀請到三大樂團 是 包括四分位的阿山 他們四分位團隊 文山 董事長隊 董事長樂團 阿吉 對 文吉 以及 五月天的 文姓 阿姓主唱 三個連妹一起合唱 就有個感動搖滾板 那現在我發現耶 到現在沒有一個重複的 對耶 聽說文牆也有來 那是文牆 中間有文牆 中間有文牆 對對對 還有這樣 太多了 文亮 文斌 文斌 石文斌 還有文莎 文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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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沒有改名 都為了他改姓 像李亞莎 文莎 還有王俊傑 文傑 文傑 都沒有變耶 批高大哥跟你說 不好意思 文傑算是他的前妻 謝謝 好啦 藍的靖傑來說到這裡 那真的 待會我們再好好來聊 事實